祝我们祝福的喜乐 主啊祢就装备我们 造就我们 特别让我们在原文的启字上 真明白祢的心意 好 让我们能够做祢无愧的供人 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主啊祢来使用我们 主啊我们真的向祢求恩典 让我们在学希腊文节门课里面 我们没有害怕 让我们爱上祢原文的亮光 主要祢来帮助我们 向我们施恩 向我们启示 我们仰望祷告 封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要我们一同看一段圣经 叫约翰福音 21章 我们从15节读到17节 到我们读这段中文的圣经 同时我们也翻开今天的讲义 这个希腊文的讲义的最后的一页 假如没有这个讲义的话 可以两个人share一份 不够的话 约翰福音21章 最后一章 巴伯德 这段话不单单是主耶稣 问彼得 你爱我吗 你爱我比起是更深吗 更是我们面对主耶稣 对我们个人的一个爱的询问 我们一同看 约翰福音21章 找到我们一同来读 找到吗 好 他们吃完了早饭 约翰福音21章 最后一章 好 他们吃完了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福音21章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起是比得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吗 就忧愁对耶稣说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羊 好 好我们停在这边 那么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耶稣三次的 拷问彼得的爱心 那为什么 这个爱心那么重要 因为面对这样一个 荣耀的职份 要做什么 牧养的工作 喂养的工作 假如没有这样一个 完全对主的爱 你能够牧养几天 最多一年两年 Randal在中国 有没有十五年二十年 差不多 好像你是一九八七 就在中国感谢主 假如没有对主的爱 谁能够一个所谓老外 在中国那么多年 因为对主的爱 所以特别今天我们新的学习开始 要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反省 你爱主吗 我们是否真的爱主 比这世界的东西更多更深 要我们真的是省察我们 事故的动机 那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常常 当我们查经的时候 弟兄姊妹就会问 为什么耶稣要三次 问彼得这个爱的问题 所以常常听到的回应是什么 什么原因 因为曾经比的什么 三次不认主 所以好像 耶稣也故意三次来求他一下 问他一下 让他想到自己曾经也三次的不认主 所以你要三次的现在来认主 是否真的是这样 是否耶稣真的是好像那么小气呢 还是有特别的别的原因 耶稣为什么三次问彼得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假如我们从原文 我们发现 好像有一个更真实的原因 所以有人说 我们看这个 不同的翻译本 好像是看这个黑白的电视 现在没有人看黑白电视了 彩色电视也要看 要看LCD了 好像彩色的才能够看得清楚 的确 原文的启示是很清楚的 真的好像是彩色电视的 所以要我们翻到这个讲机的最后一页 我们看一看 究竟当初解决对话 在希腊文的原文是如何 你看到 在这个十五节 在这个中间的地方 我写了 one q one a 看到吗 the first question and first answer 你发现 在原文里面 耶稣问彼的这个爱 是用一个什么爱 看到吗 看到吗 最后一页我说 最后一页 所以注意听 最后一页 赵牧师有这个讲义吗 看能够拿到一份 没有讲义 share一下 光生有吗 有 ok好 一定要看一下讲义 不知道讲什么 同名你拿到讲义吗 没有的话 还有没有 只因八份 哦 只因八份 我们信心太小了 找到 partner share一下 好像刚好同名他 share一下 所以看到 在最中间的地方 看到one q one a 看到吗 所以第一次 耶稣是用 agape这个爱 动词是agapal 用这种神圣 不改变的爱来爱我 但是你发现 彼得的回答是用哪一个字啊 看到吗 完了 画起来 动词的字根是phileo 看到吗 很像 它是philo 看到吗 因为这个动词要变化 所以你发现彼得的回答用什么 用phileo 在美国有个州叫Philadelphia 就是表达弟兄的爱 友谊的爱 人间的爱 甚至是有条件的爱 甚至说 会变的爱 就像彼得当初三次不认住 其实会变的 环境困难了 生命有危险了 他都会变 所以耶稣问的是什么 agapal 但是他能回答的是什么 phileo 然后 然后 耶稣第二次在问他 你发现 也是用 看到 在右手边 2Q 跟2A 看到吗 也是一样 彼得啊 你是否可以用 不变的爱来跟随我 无条件的爱来爱我 看到吗 看那个2Q 然后左边不是挂那个akapa 看到吗 看到那个akapa这个字吗 然后更妙的地方是 到了第三次 其实很多传统人没有注意到的 第三次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3Q吗 在右手边 耶稣居然用phileo 用phileo 耶稣改变了 耶稣本来是用akapao这个爱来要求他 彼得第一次用phileo的爱 第二次也是用phileo的爱 到了第三次 耶稣改口了 难道耶稣是把标准什么 降低了吗 究竟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原文有这样的一个精彩的 第一个不同 问的是akapao 回答的是phileo 然后第二个不同 是耶稣到了第三次的时候 他改口了 难道因为我们跟不上 耶稣说好了 你就考个60分就好了 不要100分了 算了 你就是彼得 这个 这个如此不可教也 是否是这个意思呢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原文的时候 我们就去从上下文去思想 究竟是什么原因 你发现彼得 他特别在17节 怎么回答 彼得 因着耶稣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吗 就忧愁对耶稣说 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什么 我爱你 你发现彼得特别强调 你是无所不知的 而且16节当他回答第二次的时候 他也说 你知道我爱你 为什么彼得特别强调 你知道 你知道 你是无所不知的 所以表示 其实彼得心里面 很想用阿卡帕奥 这个爱 来回应耶稣 但是因为他什么 三次什么 跌倒了 本来都夸口 主啊重视我与你同时 我都可以 这个有没有做到 做不到 所以表示彼得 他真的因着三次的跌倒 不认主 他学到功课 他谦卑 他不敢再像以前的彼得说 哇 我多有能力 多有学问 我多有办法 我多勇敢 没问题 主啊 我永远不变得跟随你 他不敢这样说 他真的认识自己 而且谦卑的 不敢再夸口 表示彼得有一个什么 生命的改变 他谦卑 所以他不敢再说 主啊 我阿卡帕奥 他不敢这样说了 他只能说 主啊 你知道我爱你 你是无所不知的 其实他心里所想的是这个 但是他不敢讲出来 就好像一个小男生 爱上一个小女孩 他明明很爱他 但他不好意思讲 他说我好喜欢你 其实他的喜欢就是什么 我爱你 我们有没有这种经验 我追师母的时候 我也是很含蓄 也不敢讲 只说我们祷告啊 看看神带领啊 不好意思讲 这个神真的带领他 我给他异梦 没有异梦 我想我一辈子追不到师母 因为假如我们住在台湾就了解 我算是外省人 又是乔生 怎么可能追到一个本地的高雄小姐 怎么可能的事情呢 在二十几年前 不可能的 所以 真的是 表示一方面 耶稣知道彼得心里的改变 同时 耶稣第三次改口 表示我们的主 什么 真的是了解我们 他也 彰就彼得 用彼得的话 来问他 来辅助他 不要拦回他 给他一个下台阶 所以 在这样的一个原文不同的变动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图画 看了一方面什么 彼得真的改变 彼得真的谦卑 假如没有这样的谦卑 他没有办法真的去跟随主 牧养主的羊 今天很多的传道人 他以为 哇 我是以前做工程师的 我是做什么的 我放下了世界 我一定可以在神的国度 我一定可以在神的国度大有犯作为 你一定要先跌倒一下 学到彼得的谦卑 才能够真正可以牧养主的羊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 这何等地了解我们 知道我们的心 辅助我们 来真的靠近我们 不会好伤 一直逼我们 逼得我们投降 让我们真的是 可以很安心的 来跟随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了解我们 所以你发现 这样的一个对话 哇 原来在原文里面好精彩 但是我们在中文圣经 或者在英文圣经 没有办法看得出来 没有办法看到 这样的一个改变 所以在原文里面 还有很多很多的几些例子 让我们可以进入原文的解禁 那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 我们多看几个例子 约翰福音第三章 约翰福音第三章 第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 好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若不重生 没有办法能够看见神的真实 没有办法能够认识神 没有办法接待耶稣 除非圣灵要动工 让祂重生 那究竟什么叫重生 重生是什么意思 那当我们看原文的时候 你发现 很奇妙 原来重生这个字 在希腊文里面 原文是两个字 不止像我们中文 感觉上是一个字 那我们翻到我们这个讲义的 第四章 第四个字 看到这个 左边的中文 第三章 看到吗 你看到 这里 第三章第三节 这个人若不重生 这个重字 看到这个重字吗 在下面有个号码是几号 509 那么盼望我们都会尽量用这个 concordance 原文的concordance 那这本concordance 跟了我差不多快三十年了 我在华神第一年读希腊文的时候 就埋了它 是最值钱的一本书 因为你用的最多 用的最久 有些书你看了一两次 你就丢了 不用了 但是这种书呢 属于工具书 你一辈子都会用得到 所以是最值的投资 当时买的时候觉得很贵 我还记得好像买 七百多块台币的时候 觉得哇好贵 但是很有用 这段经文呢 这段资料呢 是在这本书里面 就是印出来 你就翻到509 你就看到 这边不是这个509吗 看到吗 它就把这个原文 从这个字 annothin 把它写出来了 那么而且告诉你 这个原文那个字 曾经在新约 什么经文出现过 它在不同的经文的用法跟意义 是什么 那结果这个annothin 你发现 跟我们中文的翻译 不太一样了 原文看到annothin 是什么意思啊 是从头 from above 我们中文这里也翻得不清楚 从头什么叫头啊 头是指前后吗 其实头是指above from above 而说 或许第二个意思是again 所以我们中文是用了第二个意思 重生 就是再一次生 但是其实原文有个更美的 更重要的意义 是born from above 这是完全是什么 从上头来的 是神的工作 不是我们的聪明智慧 我们做了宗教比较学 研究了所有的宗教 所以我决定去信耶稣 看见神的果 no 这个是born from below 不是 不是人自己 可以使自己重生 是从上面来的 所以当我们读 约徽一章十三节 耶稣是讲得很清楚 人能够接待他是什么 不是从仁义上的 不是从情义上的 来是从什么 从神上的 所以 假如我们注意原文这个重字 但生是另外一个字 genethe genethe 在这个 一千零八十 我没有把它印出来 但genethe这个字 的确就是 用在 真实的生产的 一个妇人怀孕生产 那个 那个生 那个字 所以用这个生产呢 来表达 孰灵的生产 是一样的 在这个 小婴孩 含 懵懵懂懂 没有智慧之前 其实他已经 有那个生命的种子 在母亲的 腹中 所以 圣灵先在我们里面 借着 福音 把神的道种 生命的种子 先拨在 你的里面 到了一天 朝义终于 会叫起来 心里上心 口里承认 生产出来了 但是 那个时候 其实 圣灵早就什么 在 在你里面 动工 所以 先有这个 spiritual conception 才有什么 spiritual birth 先有 属灵的 生命的 种子的 播种 重生 这个 moment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然后 才有 那个 生产出来 他才能够 心里上心 口里承认 怎么会承认呢 怎么会认识基督呢 怎么会看见呢 之前 圣灵在那里面 动工 所以解释 我们在 原文里面看到 一个比较 more full picture 一个比较 完整的 一个图画 对 就是我刚才举起来这本 跟了我三十几年的这本书 你就 现在买得到 买得到买得到 非常好用 那另外一本工具书也是很好用的 那就是 中文 希腊文 跟英文 trilineal 它好用在哪里呢 中文下面有希腊文 还有英文 等一下传阅一下翻一翻 所以你就知道 中文这个字 原文是哪个字 那你知道原文这个字呢 也可以查 这个字原文的 希腊文字典 nexicon 究竟这个字 在原文 有些什么definition 是怎么用的 所以 字典 nexicon dictionary 跟concordance 是两回事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不同 concordance 把这个原文这个字 曾经在新约 或者在新约里面 这个希腊字出现过的 所有列出来 所以上这个 从这个字 它就在新约里面出现了13次 看到吗 它后面有个13 然后马太 马可 路加 看到吗 这个是基本的用法 所以我们 一定要掌握这些 基本的工具书 那现在有个好处呢 像 这本lexicon 不是那么厚 那么大本的 一个cdram就有了 网上也有 你上网也可以 打这个希腊字 就可以 它就有这个希腊字的 那个definition 就出来了 你一天 哇好重啊 你要搬这本书 搬不动 好 那我们就停在这边 我们以后 常常会继续 不断地找一些原文 经文 来做一些解释 让我们看到 那个原文的正义 跟亮光 那今天我们的 goal是要把 这个 这些24个alphabet 最少要把它 会读 那么 五长老送给你们 大家一个cdram 那回去 install在电脑里面 就好像上个学习 那个希伯来文的 Hebrotutor一样 它会帮助你读音 所以盼望 我们这个礼拜 就是把每一个alphabet 会读 会发音 这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礼拜要很重要 一定要好好下苦工 因为你不会认字 不会读呢 到第二堂课 我们在讲这些 希腊文的词的时候 你都跟不上 没有办法拼音 读不出来 所以这个礼拜要好好努力 好 我们翻到 我们的课本 page 20 我们课本 page 20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 假如没有带课本的话 在我们这边也有 第2页 after the introduction title page的第2页 但是课本的 这个alphabet的 这个table 跟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table呢 有一个优点呢 后面有这个英文的 pronunciation 来帮助你 记忆那个希腊文的 pronunciation 比如说第一个字 alpha 它后面 就有发的这个字 就是 as a in father alpha 好 那后面呢 我再写了一个的 希腊字 来 for the application 你看到 agaforce 你看到这个 agaforce 来帮助你 知道这个字 就在这个希腊字里面出现 alpha 但是我们先用课本的 因为课本有个优点 它把这个希腊的alphabet的英名 的alphabet name 的原文呢 写在它的右边 看到 这个字 alpha 为什么读alpha呢 它英文是 alpha 对不对 alpha 但是左边看到吗 一个希腊字 看到吗 alpha 帮助你去 拼这个字 这个就是它的英名 alpha 所以第一个字 在 旁边也可以打个 小柱 它是个母音 alpha 那么希腊字的字母呢 把母音跟子音都放在这里 希伯来文 你记得 我们是分开的 那希腊文呢 是把它都放在一起读 所以第一个字 我们一统来读 alpha beta gamma delta epsilon 在这个epsilon 旁边也注意一下 也是个母音 而且是短母音 所以 五个字母当中 有两个是母音 先注意 那么我们都知道 子音 有没有sound value 我们在学 希伯来文的时候 知道 no sound value 只给你一个口型的 只有母音 才给你sound value 才真正的 有声音的 好 我们再复习一遍 alpha beta gamma delta epsilon 我们当中很多engineer 很多都很熟了 alpha beta gamma 这些都是我们数学的符号 很容易 所以 一点都不困难 然后下面 zeta 就好像zebra 是z 像英文的z的音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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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a at 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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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旁边 注意一下 这是一个母音 而且是长母音 要把母音跟子音分出来 下一个是theta yota 所以就zeta zeta theta yota 快点 zeta at theta yota 你发现都是th 它的唯音都是th 很好记 所以解释 第二段我们要背的 所以你回去背的时候 第一段就是 alpha beta gamma delta epsilon 然后zeta at theta yota 就是这个第二段 要跟着下面呢 couper 是k的发音 couper 要lambda m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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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英文的 mcdonald的m的音 m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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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nu 是鼻子的音 moo n的音 moo z z z 比较重的 x的音 z z 像zscandy z z 它是k z z z 基本它的音是z 是喉咙的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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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咙的x音 跟那个s sigma 不同 那个s的音是在嘴唇前面的 这个是在喉咙 那边冲撞了个气流出来的 z 然后下面 Omicron 在旁边注意一下是个母音 而且是个短母音 短母 短母音 不是长母 然后 你发现这个音名是按照它的pronunciation是p 但是我们习惯了数学上读pi 所以你读pi跟p其实都一样 因为它是给你一个嘴型 p就是p的嘴型 是一个嘴唇的爆破音 p p Omicron π rho sigma 这个Row是R的卷舌音 Row是R的音 然后Sigma就是像英文的S 是一个牙齿的一个的摩擦音 牙齿的摩擦音 Sigma 潮意学过德文都很容易 好 那么下面 TAU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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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呢 德文也有这个母音 Y 那么这个YP是一个母音 它很特别 又是短母音又是长母音 所以你有写短跟长在旁边 然后V V等于英文的F的 F F 所以 这个要咬住这个下面的嘴唇 F F F Key是很重的喉音 就像德文那个Bach 那个CH很重的那个喉音 Bach 是等于CH 是等于CH K K K 所以 它的音名是Key Key 叫做 Bach If non-fi-k'Key 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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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S 重 是 重点是S 但是它的S的发音是 加了一个唇音在前面 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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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个simple S 是Bach 就好像英文的Caps C-A-P-S 后面 Pss Caps Caps 然后后面那个就最简单了Omega 所以耶稣说 我是这个Alpha Omega 意思就是我是第一个字母开始的 也是什么 末后的 就是从这个二十四个字母来应用的 好 那我们再读一遍 再读一遍 然后我再特别说明每一个字母的发音的口型的重点 什么是词音 什么是唇音 什么是善额音 善额知道 额 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图 嘴唇 然后牙齿 应该请Dr. Wu来画这个图 然后这个舌头 这个部分是善额 那么这是喉咙 那等一下我们要说明每一个的子音 其实它都有不同的那个口型的重点的 我们中文为什么讲英文讲的奇奇怪怪的 好像就是那个音不太不太准 就是我们不太注意这些子音 我们的口型很不准 甚至我们讲英文口路不打开的 所以美国人听得糊里糊涂的 但是假如你学了希腊文的结门课呢 你就会注意这个子音的口型 保证你的英文会进步很多 会听起来比较像英文 不是中文的英文 好 我们再来读一遍 Alpha Beta 所以Beta呢 基本上是一个 Beta是嘴唇的唇音里的 要合口 爆破音 爆破那个嘴唇 Beta B 所以它基本上就像英文的B for boy 或者你可以对照 这份讲义上面写写写 它是bo Beta for boy Alpha for father R 然后Gamma Gamma基本上是一个 喉咙音的一个 它那个爆破 在后面的Gamma G 就像英文的G Gamma 然后Delta Delta基本上 这个嘴唇是顶着这边 Delta Delta 在牙齿跟上额的 大概中间的部分 Delta Delta 然后Ata是母音 A 对不起 那个是Epsilon Epsilon Zeta 基本上是牙齿跟嘴唇的 一个摩擦音 Zeta Zebra Zeta 然后母音 长母音 Ata Ata是A 然后Theta Theta Theta就是等于英文的Th Think 基本上 这个舌头是 放在这个牙齿的下面 Theta 这个牙齿下 Theta Theta 就好像英文的Z Z 然后 Yota 母音 Yota Yota 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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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发现 其实它这个就是 为什么读Yota呢 你看到它这个英名 EO 两个母音 夹在 就变成什么 Yota 就是这样拼出来的 这个英名 Yota Kop 是K的喉咙音 也是 在后面 的一个摩擦音出来 K Kop 那Lambda Lambda Lambda要注意 它的这个口型的舌头是比较在这个地方 Lambda 上额 顶着上额 Lamb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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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Mu 基本上就是一个 M的发音 M 像Mcdonald 是一个B口的 爆破音 Mcdonald M Mouth Nu 是一个 鼻子的一个摩擦音 把气流冲到鼻子去了 就重点不在口相出来 Nu Nu 是N Nancy N 然后Kis 是喉咙跟牙齿的一个的冲破音 Kis 是比较在后面的 一个的Kis Kis Kis 那么 看我们这边的讲义 我这里列了一个希腊字叫Doxer 看到这个字吗 所以第一个 我们第一个拼音是Delta跟O 是D跟O 所以Dox 对对看到吗 像小狗Dog Dog 但这个不得了 Doxer是什么 荣耀 Glory 所以我们英文 So that's in the Doxology 就是从这个希腊文来的 Doxer 所以这个字的发音 加上这个A 变成Z 很重的喉咙 Doxer Doxology 很重的喉咙音 的摩擦音 Kis 荣耀Doxer 所以 等于我们英文的Doxology 你记得吗 Doxology 就是从这个字来的 看到这个X了吗 Kis Doxo 下面的母音 Omicron O O Pi 就简单来吃一个 唇音来的Pi Pi 嘴唇的摩擦Pi P等英文的P People 那么 我在讲义上面是用Para这个字 来说明 这个A加上P P的音 Para Para是一个Proposition 表达在旁边 所以圣灵这个是Para Kleitos 就是用这个字头Para 圣灵是站在你旁边的那一位 哇 原来那么美的圣灵是随时站在我们旁边的 像母亲前来看顾我们的Para P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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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Row就是R的音 就卷石音 然后Sigma也是一个纯音 它是牙齿 咬和S 然后气流冲破这个牙齿之间的缝 Sigma Sigma 是一个牙齿之间的摩擦音 Sigma 然后Tau 等英文的T 那么Tau 那么这个嘴唇是差不多也是放在这个牙齿后面 T Tau Tau 那英文的话就等于Ten 那希腊文的字我是写Protos 看到这个字吗 就是首先Protos 看到吗 这个Tau 所以第一个发音Pro 然后T Pos Protos 就是首先也是原始的意思 所以我们英文有Prototype 就是那个最先的那个模型 Pro Pro 就是从这个字来的 那当然 这个 Prophetes 这个先知也是用这个词Pro 就是之前的意思 然后Ypsilon是一个母音 Y 然后Phi是F的音 也是一个唇音 F 就是 也是把这个嘴唇合起来 F F 但是它不是用摩擦音 F F的音 要Ki就是很重的喉音 要Psi 是S的音 但是它是从嘴唇冲出来的S音 加上P的那个口型 Psi 要Omega 好 那我们来很快的看一下这个母音 单独的来研究一下这些母音 我们翻到这个 Page 9 我们的课本的第九页 好 看到第一行吗 Alpha Yota Ypsilon看到吗 好 我们来读一下 A E U A O O 所以就把它背起来 A E U A O O Omicron O 那它的相对的长母音 那么 Alpha的长母音呢 也是Alpha 就读长一点 本来是A 你也可以读 拉长来读的 这个字很好玩 A 对不对 所以它的长母音也是A A A 也可以拉长 A A 的长母音 所以同一个form U 也可以拉长 U 但 A A 第四个就不行了 A 就是卡住了 所以它的长母音是 变了另外一个form A 就可以拉长了 所以 A的长母音 相对长母音 是A 是A A 要 O O 脚弯都停了 没办法 没办法拉长 所以它的相对长母音 是变了另外一支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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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 只有后面两个的短母音 它的长母音是 Different Form 再翻到后面一页 Page 10 两个母音 可以结合起来的 特别是把这个 Yota跟Ypsilon 放在别的母音后面 你看到吗 就产生 所谓的双母音 Difference 就是把两个母音 叠在一起 读前读后 读得很快 就变出另外一个因素来 比如说第一个 A跟A A 读得很快 变了 I 对不对 第一个双母音 A A I 看到吗 I 所以第一个是 双母音是I 第一个是O 就好像O 就好像英文那个英语 然后那个AO AO 要A U OI 然后再往下面 它是V V V 有没有看到这个 Ipsilon Ipsilon 加Yota 读V 读V 课朋友吗 然后下面三个是把这个Yota放在它下面 这个叫Yota subscript 基本上就是这个Yota是不发音的 放在下面 但是只是一个Different Form for Some Kind of Distinction 所以你还是读R A O 所以双母音 我们一同来读一遍 I R A U I V V Very good 我们都是天才 好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些练习 一些drill 到page 11 就是母音跟不同的子音相对 我们来练习一下 在我们的课本的 这个第一个roll 看到吗 我们来试试看 来练习一下 把这个beta 跟这个alpha 跟yota来配 这边的beta be bu be bo be bo Got it 很好玩哦 像读日本这样哦 好 下面一个 gamma跟alpha来配 这边的 ga yi gu ge go ge go 在这里 第十一页 现在second row了 已经到 计三是吧 对练习三 我们来练习这个 我们beta已经读完了 gamma也读了 我们再读一次gamma好了 ga gigu ge go ge go da di du de do de do 好好玩哦 好好玩哦 所以我们来练一下theta couple lambda 跟mu 跟不同的母音配在后面 所以一个音节 一个syllable 是要直音什么配母音的 我们还有一分钟 够了 sa si su se sot se so ka ki ku ke lamb lamb nu le nok le no ma mi mu me mok me 好好玩哦 像小孩子那边 好好玩哦 学这个 雅语了 很好玩 其他的回去自己练习一下 很好玩的 很精彩 那这个礼拜很简单的 就是把这些alphabet 真的是每一个发音 要背起来 而且认得它 你不认得 你就没有办法做拼音 所以回去看一看这个讲义 后面有些希腊字 最少有两个希腊字 application 一个就是它的name 它的名字 你看到alpha旁边不是 有这个alpha吗 在我们的textbook 然后在这个补充讲义呢 后面最后面就有一个 另外一个希腊字 像alpha我就写了archa force beta我就写了bersilus 然后delta我就写了doxa 看到吗 你就试试看 自己来学一下拼音 能不能拼得出来 多拼几遍 你就背起来 怎么这些alphabet 所以很精彩 好 那么这个礼拜没有什么作业 就是 基本上就是 背这些alphabet 所以我们最后读一下 这个24个字母 就回去就照着这样背 走路啊 昼夜就是背这些 上厕所啊 等车啊 你就把它背 好我们来背一下 alpha beta gamma epsinon zeta etha theta yota coppa lambda mu nu gzi omicon pi rho sigma tau ipsinon pi pi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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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iga 最后一个 那就把它分成一段两段三段四段五段 就是五段 像太极拳打五段 就可以完成了 ok 好我们刚刚好 我们很efficient 50分钟 我们好像转了一个世界 去到希腊世界 很精彩 好我们就这个感谢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请啊